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穿就是50多年 直到2004年 解放军总后勤部宣布解放鞋正式退役 解放鞋的鞋底是由硬度较高的钉本橡胶制成 具有出色的耐磨性 鞋面和鞋帮则采用纯棉材料制成 确保了舒适性 鞋底为黑色 鞋面为绿色 因此也被称为布面胶型 这样的解放鞋不仅具备良好的素杆性 还兼具轻便和耐磨的特点 为解放军在徒步行军中立下汗马功劳 关于解放鞋称呼的来历 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这种交鞋诞生于解放战争时期 另一种则是因为这是解放军穿用的制式军鞋 故而称作解放鞋 这个名字一直流传到今天 从建国之初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 解放鞋是几代人共同的穿戴记忆 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 一般穿的都是武林式解放鞋 因此不少外军甚至称武军委穿帆布交底鞋的军队 除了军队大量装备以外 在建国后的很长时间 耐磨轻便 价格低廉的解放鞋 成为专业运动员和老百姓的首选 如今 解放鞋依旧是很多校园军训的必备单品 我军新式作训鞋 轻便舒适 抗军性强 更加符合人体运动需求 在满足跑 跳 攀登等训练和作战需求的同时 也极大提升了军队战斗力 你知道 在现役部队中使用的作训鞋还有哪些黑科技吗 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回答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